一开盘台股就逼出气势 不到十分钟就涨破白点 这选后一波庆祝行情 马上反映出来 丝毫没有受到上周美股 黑色星期五影响 台积电 鸿海跟股王大力光 电子股三巨头领队起掌 跌生的平盖股也只跌产息 闷了很久的股民 终于送一口气 跌生的股会缓弹 我相信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原则 这回九合一选举 寒流 吸卷全台 法人甚至点名 营建 观光 内需等概念股 像是中钢 中史化 台宿等 都被视为选后利多族群 不过今年选举前一周 台股不但没有选举行情 还倒跌1.32% 打破自1998年以来 八次县市 商政长和议员选举 前一周都是上涨的记录 专家提醒美股的弱势冲击 还是不能忽略 因为美国股市呢 现在都是在向下修正 而且在整体的基本面 也不是数字很好的状况之下 所以我是建议大家 就是减码电子股转进非电子族群 会比较安全的 顺举行情短线反应 台股自一周还是得回归基本面 美中贸易战才是关键 接下来G20传席会的进展 前一把动全身 三里新闻杨艺 刘雨昕 刘耀文 台北报